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滴滴 我是TY 来到了迪士尼百年丑丑乐下集 好期待还有哪些角色还没出现 上集带来超丰富的角色故事 勾起许多电影回忆也 听完故事更能了解角色背景 配合丑丑乐人偶更有乐趣 上集我们一群年代 介绍了许多有趣又经典的正反派角色 跟人我一同替迪士尼欢庆100周年 现在事不宜迟 我们就赶快打开下集的内容 来看看有哪些角色陆续登场 上集的最后 我们介绍了1973年的罗宾汉 故事中化成狐狸模样的绿林好汉 杰富济平赢得许多明星 不过也因为掌权者实在太过腐败 才会让大家不得不奋力抵抗 而这位昏庸的掌权者 就是电影中的大反派约翰亲王 约翰亲王其实是理查国王的弟弟 企图谋权的他 指使西斯爵士催眠国王 却参加十字军东征 好让自己篡夺王位 更与西斯爵士诺丁汉侍卫长一起压榨国民 虽然他跟哥哥一样都是狮子 但约翰亲王却是个十足的妈宝 一想到妈妈就会不由自主的乌齐耳朵 吸着大拇指奶嘴 他颁布的高维睡晶与恶症导致名不了神 最后罗宾汉挺身拯救大家 约翰亲王也陷入绝望 跟着同党们一起郎当入狱 秋秋乐人偶用特殊动物头零件 还原约翰亲王的狮子外貌 可以看到被过大皇冠压住的下垂耳朵 贵族斑纹披肩 让人想到臭臭乐的国王皇后 内穿花边蓝色服装 华贵的红色长袍一路延伸到了腿部 腿上还可以看到约翰亲王的凉鞋印刷 整体形象还原他在皇家车队中的外貌 但是这件服装 最后被假扮成占卜阿婆的罗宾汉给骗走了 贪婪成性的约翰亲王 仍偶一手配上一大袋财宝 另一手拿着一枚硬币 不过硬币的图文跟动画不同 这个是来自于22代的引游诗人 前臂上绘制着经典的皇冠军图腾 该不会约翰亲王的魔爪 也偷偷伸向黄色城堡的势力范围了吧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睡美人奥罗拉公主 这一集登场的是1995年 风中奇远的宝家康蒂 作为迪士尼第33部动画电影的女主角 原型是来自于17世纪 真实存在于美国维基尼亚州的历史人物 宝家康蒂是当地美洲原住民部落 包华顿酋长的女儿 他怀抱着无惧精神向往的自由 原本被指昏给部落勇士高刚 但却跟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 英国探险者一见钟情 两人隶属于水火不容的 韬金殖民者与原住民 虽然宝家康蒂与史密斯 试图化解彼此阵营的价值观差异 但还是因为高刚被误杀而点燃战火 最后宝家康蒂跟随指引 勇敢地说出了真爱 解救受困的史密斯 弥平了两阵营之间的争端 在故事尾声 宝家康蒂在悬崖上 送别了返航伦敦疗伤的史密斯 这个也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电影中 首位在结局跟男主角 没有相伴厮守的女主角哦 虽然威脸公主阵营 但宝家康蒂是唯一在 先前Friend系列中没有人偶的公主 在这次抽抽乐中抢先人偶化 头上滑顺的长发心灵剑 是总是受到微风吹拂而飘扬的乌黑秀发 印第安鞋同的有黑皮肤 扬起灿烂笑容 颈部佩戴的水蓝松绿石项链 这个是他母亲的嫁妆哦 虽然在故事中不胜破损 但在故事的尾声被成功的修复了 身披美洲原住民的米色皮质装扮 胸口带有大片白色的流苏 人偶手臂上还还原了角色的红色刺青 人偶手持一纸全新的红色指南针 在故事中 宝家康蒂曾经向柳树婆婆倾诉 自己常常梦到一只转动的飞剑 后来晚熊米高从死命似的包包里面 拿走了一纸裸盘 米高将罗盘交给了宝家康蒂 才终于了解了梦跟罗盘的含义 大地精灵透过指针 指引宝家康蒂前去拯救挚爱 蕴含母亲灵魂的风 常常刮起紫红及橘色的落叶 让无形的风染上色彩 乐高特别使用三枚暖色系的叶片 让宝家康蒂能够重现故事中的重要时刻 而在无敌破坏王往无大暴走中 宝家康蒂还操纵风 来拯救昏迷坠落的破坏王雷夫哦 前一位是来自美洲本土的公主 现在我们有请迪士尼第一位亚洲公主 花木兰 如同先前的动画 她的故事也是同样有所本的哦 木兰来自北朝诗歌木兰茨 一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战士 后来啊 明代文学家许位 将故事改编成了茨木兰替父从军 才替木兰加上了花姓 1998年 迪士尼将其改编成第36部动画电影 正值花样年华的木兰 受到传统礼教束服 无法真实的做自己 与此同时啊 长城外以柴鱼为首的匈奴人不断进反 皇帝对全国男子颁布征兵令 但木兰的老爸爸患有腿疾 花木兰认为爸爸若是参与此行 一定是凶多吉少 便悄悄地用家传长剑割断长法 脱走爸爸的征兵令还有盔甲 女扮男装改名为花瓶 代付抵御残酷又凶猛的匈奴大军 但是身份还是因为受了伤而不胜曝光 另一方面 蝉鱼在此时攻入京城绑架了皇帝 最后他与阿宁阿瑶还有金宝 扮成嫔妃掩护理想将军 混入敌营拯救皇帝 木兰也在宫殿的顶端成功击败蝉鱼 拯救了全京城 最后获得皇帝还有人民的鼎礼跪拜 成为经国不让虚美的英雄凯旋回乡 花木兰的第一套服装 推出过mini-doll还有micro-doll两种人偶形态 抽抽乐版的花木兰 沿用Friends系列中的中场法零件 微笑表情上可以看到带有东方韵味的眼眸 另一边则是奋勇杀敌的表情 身上汉服是故事后段 在京城中拯救皇帝的模样 多层次的裙装汉服绑着粉色腰带 与去年mini-doll人偶是同款服装哦 而胸口多配上了一枚金龙徽章 这个啊是最后皇帝亲自私语花木兰 用来代表救命之恩的重要信物 手持一把灰色长剑 这个啊应该就是爸爸花狐过去持有的家传宝剑 上一集有代表良心的蟋蟀吉敏尼 这一次则是出现伴随幸运的小蟋蟀奇奇 先前也在frame出现过哦 这次改变姿势印在透明圆筒砖上 陪着木兰一起登场 好希望刮躁又可靠的木须龙 未来也能在乐告世界中登场哦 延续真人画的风潮 迪士尼在2020年将动画改变成了真人电影 中间啊历经了疫情动荡还有抗争风波 现在回归到小小人偶身上 延续动画里花木兰率真忠诚又勇敢的印象 不再让刻板印象局限了多元发展 小小只却有着大耳朵 可爱的史迪奇啊再度回归抽抽的行列 来自2002年第42部动画电影《星际宝贝的他》 是由土洛星球的强霸博士 创造的第626号基因实验生物 虽然外表像狗但却拥有强大的力量 由于是非法实验体 它被迫逃离到外太空 逃离过程中呢意外坠落在夏威夷 还被误认为是流浪狗送到了兽隆所 但却也因此呢碰到了兰丽与利罗姐妹 并被领养而改名叫做史迪奇 同时展开一连串躲避钢图舰长追捕的冒险旅程 最后被星际议长判处终身流放 让史迪奇能够自由地在地球陪伴他最爱的家人哦 史迪奇在迪士尼抽抽的地带就名列其中 蓝色毛绒的身体配上独有的大头大耳朵零件 褥获超多玩家隐名的心 头部延续先前的特殊配件 眯着黑色大眼睛就像正在打量着猎物 人偶名称呢重现原有的626号实验体编号 穿回强霸博士研究室的连身红色太空装 背后啊印上长长毛发与团毛尾巴 在动画中史迪奇啊原本拥有两对手臂以及触角尖刺 为了让利罗收养他而偷偷隐藏起来 人偶再度重启了2018年 《星战外传》韩索罗中的驾驶员 李欧杜然人偶的特殊手臂配件 精准的还原了双重手臂的模样 印上了小小的黄色盾灰 重现史迪奇的外星特征 手握两把强大的黄色外星枪 虽然早已是抽抽乐太空角色必备的枪制零件 但鲜黄色还是第一次登场哦 这次在百年纪念抽抽乐中再度出现的史迪奇 也是唯一一位跨代出现的同角色人偶 喜欢史迪奇的室友玩家们绝对不能错过哦 前面我们介绍了公主系列的睡美人 奥罗拉、宝家康蒂与花木兰 现在我们要迎接抽抽乐的青蛙公主蒂安娜 来自于2009年第49部动画地 公主与青蛙出生于灵魂音乐发源地纽奥良 拥有厨艺天赋的她 受到爸爸的鼓舞 梦想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餐厅 但是总是要向现实低头 辛勤的工作存钱 正当她向夜星许愿的时候 碰到了被霍博士巫毒诅咒的莱文王子 以为会跟青蛙王子的故事一样 结果一清 连蒂安娜自己都被变成青蛙了 经历沼泽海湾的一连串冒险之后 蒂安娜与莱文发现彼此才是彼此的梦想 最后打败邪恶霍博士 两个人破除诅咒 更顺利地开了餐厅 继续在美食与音乐中快乐地生活着 抽抽乐十二代曾经出现过原型青蛙公主 蒂安娜与花木兰一样 都曾有过mini-doll及micro-doll两种人偶形态 这次终于化身成标准的人偶形态咯 戴上盘法新零件 上头插着一顶全新的草绿色小皇冠 留着纽二良血统的蒂安娜 黑人肤色上有着开朗的笑容 人偶身躯就是诅咒解除的时候 身上穿的碎脸礼服 双手印着典雅袖套 细节中可以看到如叶片般的装饰 腰脊系上了一朵花式 延伸出礼服的下白层次 在拯救昏迷的破坏王雷夫的时候 这件礼服也发挥了缓冲的重要功效哦 蒂安娜手中拿着一张印刷传单 这个曾经是爸爸的开店梦想 后来也成为蒂安娜的目标 图纸中的餐厅洒下温暖的鲜黄色调 身穿华服的客人还有服务生 都转换成了乐高人的模样了 爸爸在图纸上用蜡笔写了字 英文版中呈现零件上的Tianas Place 但在国际版的电影中 为了避免语言障碍 仅仅只有出现Tianas的字样 后来蒂安娜将Place延伸成Palace 呼吟自己嫁给莱文王子后的贵族身份 这张图也成为餐厅菜单的封面照片哦 另外 戳戳乐附上了一只全新的翠绿色小青蛙 象征故事中风趣的莱文王子 曾经在迪士尼城堡角落谈情说爱的两个人 看来只有莱文还没有变回来 这该怎么办呢? 公主与青蛙电影中 导致莱文王子与蒂安娜变成青蛙的幕后黑手 就是这位可怕的霍博士 她是一名牛仔粮的塔罗占卜师与巫医 出身贫寒的她讨厌掌权者与妇人 个性奸诈又热爱投机取巧 常在她的霍博士巫毒百货里面进行不为人知的诅咒与阴谋 霍博士用灵魂与阴间的秘密好友达成交易 得到了控制巫毒黑魔法的力量 时常与影子怪物联手作怪 所以得到了影子人的称呼 她利用诅咒让莱文与蒂安娜都变成了青蛙 企图夺取整个牛仔粮城献给阴间神灵 但最后因为护身符被打碎 自己无法偿还与阴间的灵魂债务 被神灵拖进了巫毒世界 留下了可有自己名字与惊恐脸庞的墓碑 准备加入反派阵营的霍博士 将吉米妮同款的高离帽改成了邪恶色泽 画着骷髅还插着一只紫色羽毛 黑肤色上留着细小的胡子露出邪恶尖笑 成了招牌棕色的兵仪燕尾服 内搭浅紫色背心 脖子上挂着电影中的鳄鱼牙齿项链 在巫毒信仰中 鳄鱼牙齿能够带来原始的智慧与力量 霍博士手持的木制权杖上面 带有一颗紫色的透明砖 强让秘密好友赋予他的巫毒黑魔法 另外还有占卜用的塔罗牌 与丑丑丑的第九代吉普赛女郎手中的塔罗牌不同 是以卡片背面的形式来呈现 在电影中啊 卡片背面是一双画有针织之眼的对称手掌 丑丑乐呢巧妙转化成了乐高人偶的手掌模样 同样保留了手上的眼睛图案 精准还原霍博士在服装与道具上的邪恶细节 绝对是反派粉丝必须入手的角色之一哦 接下来这一位是迪士尼的疗愈首选 来自于2014年迪士尼第54部动画电影 大英雄天团的吉祥物 背面 在故事中是由主角冰田广的哥哥 阿正发明的护理保健机器人 能够处理一万种医疗程序 但后来在入学竞赛的意外大火中 阿正不幸罹难 背面也代替阿正来陪伴并保护弟弟阿广 人偶版的背面维持全白软软的以吸机外观 身上也有着灰色区块 右胸口上保有重要的晶片材草 原本放着阿正的治疗编程晶片 也是阿广用来新增空手道编程模组晶片的区域 白色头部有着简单的线条跟圆点 但里头装载高光谱摄影机 能够扫描外在人体与内在情绪 辨别伤口还有体内的反应 在故事中啊 也是成为周出幕后大反派的关键设定哦 背面人偶的左右手 一改人偶手臂的设计 套上厚实全新的手臂配件 用来呈现背面碳纤维的骨骼 还原电影中带来温暖抱抱的蓬蓬手臂 手掌依然可以像人偶那样拿取道具 虽然看起来很疗愈 但这双手掌可是配备着电击器哦 人偶配上了一组由红色零件组成的器具 这个啊是背面机器人的收纳蓄能舱 只要对象喊出 好痛 背面就会从舱中充气出现 而当你说出 很满意你的照护 背面啊 便会走入舱中消气收纳 在收纳的状态 还能变成灵活的机器小车车到处行一耶 而这个也是背面充电的地方 毕竟没电的背面 就会变成很像是醉汗一枚哦 不过说到喝醉 许多玩家都觉得 人偶没有呈现背面的胖胖感 国外网友甚至提议 要用哈比人旁博的特殊肚子零件来搭配 不过我倒是觉得 还蛮像故事中破洞消气的狼狈模样耶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推出 初期的空手道盔甲 跟后期的红色盔甲版本呢 最后两位角色都是来自于2017年的电影 可可夜总会 与前面介绍的动画电影不同 可可夜总会是由皮克斯工作室负责制作 隶属于迪士尼的皮克斯工作室 也带来许多筷智人口的动画作品 电影概念源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传统 居住在圣赛希莉亚的主角 米高里维拉 与家族成员一同准备即将到来的亡灵节 米高悄悄怀抱着被主太婆医美代下令禁止的音乐梦 并从残缺照片里面的白色吉他 认定逝去的偶像德拉古斯就是他的主太公 米高与家人争执之后 在亡灵节之夜闯入了德拉古斯的陵墓 弹了一下白色吉他 却因此意外来到了亡灵世界 已故亲人将他带到了亡灵居住地夜总会 途中巧遇为名叫海特的潦倒亡灵 后来才发现海特才是米高的主太公 而德拉古斯居然是为了抢夺音乐作品 而谋杀海特的凶手 真相大白之后 米高与已故家人联手公开坏人的恶行 并顺利地回到了现实世界 最后米高向曾祖母可可 献唱了海特写给他的歌曲《勿忘我》 让家人的记忆透过音乐永远流传 主角米高的人偶就像电影般亮眼 身穿大红色连帽外套与蓝色长裤 一头黑发下是米高的开朗表情 肤色还原墨西哥裔的焦糖颜色 在细节上甚至还原了米高脸上的质 还有他独特的单边酒窝 而在电影初期 米高为了要躲避已故家人的追寻 在海特的帮助下 用邪幽画上了亡灵骷髅装 人偶也特地配上了单独帽兜零件与骷髅脸庞 让你动动手 就能够帮米高来自由转换成人类或是亡灵模样 而在乐高世界中 通常配置有两个头部零件的角色 多半都是为了隐藏或转换身份的目的 也能够看到乐高在零件上的讲究哦 米高人偶手持一把吉他 这个是海特的好朋友 齐恰隆借给米高参加音乐比赛的吉他 不过齐恰隆最后因为被人遗忘而消失 吉他是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主要乐器哦 陪在米高身边的是一只墨西哥五毛犬丹丹 在冒险中提供许多的援助 虽然是猎犬的零件 但印上了大眼睛唱舌头 虽然看起来有点呛呛的 但忠诚的丹丹其实是灵魂相倒哦 具有感知亡灵的能力 在故事的最后 他也成为保护李维拉家族的七彩灵兽哦 71038最后一位角色 是同样来自可可夜总会的大反派 恩尼托·德拉古斯 1896年出生在圣塞西利亚 与海特自小就是音乐上的伙伴与好友 一把吉他演奏着海特为他谱写的许多动人歌曲 但是啊 准备展开巡回演出的时候 海特却不舍抛下七彩女 结果狠心的德拉古斯 就用一杯龙蛇蓝毒酒杀害海特 并且夺走他的白色吉他跟音乐创作笔迹 借此成为声名大噪的传奇音乐歌手 直到1942年 在一次舞台意外上 德拉古斯被终不慎压死 灵魂啊 便来到了夜总会继续享受着音乐盛名 但最后自私狂妄的他 也被米糕与家人一同揭开真面目 同样面临被大众压扁的残酷结局 身为这次戳戳乐登场的第五位反派角色 乐高在印刷上呈现德拉古斯的华丽细节 头上带着洋溢墨西哥风格的白色阔边貌 这个啊 算是墨西哥风格人偶的标配咯 边缘印着银色纹样 连接着人偶潇洒的卷流嗨发型 拿下来应该可以套用超人的发型哦 脸上带有亡灵骷髅花纹 留着一撇小胡子 另一个表情则是藏不住的恶意 身穿名为Chero的独特西装 先前的墨西哥流浪乐手人偶 也有类似款的服装哦 白色短板西装外套 同样充满银色花纹 西装里可以看到亡灵的骨架 下半身搭配俐落紧身西装裤 人偶啊 手持一把骷髅白吉他 当米糕在照片里看到他的时候 就让米糕差点认贼做主太公了 但却也是在故事初期 带出米糕音乐梦的重要媒介 除了弦线之外 在吉他印象上 印有细腻的印刷 琴头啊 更是还原经典的骷髅头外貌 甚至连豪气的金牙都忠实的还原咯 其实亡灵海特也有金牙耶 所以早在一开始 就偷偷的暗示着吉他的主人了 虽然德拉古斯在电影里让人恨得牙痒痒 但人偶精致的四面服装印刷 加上超美的白色骷髅吉他 绝对是非收不可的 配上乐高四组 曾出现过的亡灵节相关人偶 夜总会音乐庆典正热闹展开哦 像就是我们7038迪士尼百年纪念抽抽了 全人偶故事开箱 上下两集18位角色 从最初的幸运托奥斯华 到近期的可可夜总会 每个人物啊 都代表迪士尼在不同时代阶段的重要助记 有从Friends系列转变而来的经典公主 也有狡猾艰险的反派人物 从人偶细节重温动画电影中有趣的故事回忆 除了抽抽了啊 这次乐高还有许多百年纪念的相关合作哦 迪士尼粉丝快到专心求全部收回家 迪士尼全新电影《星月》预计在年底上映 仿旧创新的画风 即将迎来一位全新公主哦 哇 精彩无比的百年纪念抽抽了 你抽到了谁呢 你又最喜欢哪一只 快来下面留言跟会客室分享一下 若想看到更多乐高香的介绍与故事 按赞订阅小铃铛 记得帮我们用力的点下去 用人偶来为经典留念 一起来祝迪士尼一百周年生日快乐 拜